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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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喳嘎两个儿子 蔡桃桂和蔡波能 分别于去年9月和今年8月开始上幼稚园 两个暴风成长让王友们纷纷感叹直呼 怎么这么快就长大了 今天菜喳嘎在清晨5点44分 就发文向粉丝打招呼 并附上一张全家人享用早餐的温馨照片 人人照片中的夫妻俩 看起来明显睡眼惺忪松 与两个精神兜唾的儿子们 呈现很强烈的对比 接着菜喳嘎在配文中 揭开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原来前天晚上两个儿子轮流发烧 菜喳嘎就为他们请了假 微笑隔天早上孩子们早早就起床了 而且精神还超级好 让他不禁疑惑表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有菜喳嘎跟在留言区开玩笑的表示 关情假比什么退烧药的管用啊 切文以来不少父母的公民纷纷留言表示 赞同也不忘吐槽自家孩子 也都是这样子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